为了照顾单亲以及弱势清寒学子花莲思维高中 每到了春节前夕都会办理岁末围炉感恩餐会 邀请了全校师长在结业室当天与同学们分享精心制作的平安餐盒 并送上压岁红包 希望能够用爱鼓舞学子继续努力奋发向上 好同学与政敬礼 花莲县失利思维高中董事长黄淑仪 在19号结业室的这一天 亲自将一份份牙碎红包及平安餐盒送到在场每位同学手中 这是思维高中为了照顾单亲及弱势清寒学子 每年到了春节前夕都会办理的水墨围炉感恩餐会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类似这种就是大家一起围炉 然后很温馨的活动 校长他们都有在关心我们 然后会关心我们一些什么学习状况啊 然后给我们温暖 像说这次发的一些奖学金啊 然后还有现在发的一些餐食 就是帮助我们家庭一些困难 我非常感谢学校 然后对我们平时的照顾 不论是单亲还是那些中低收清寒家庭 然后对我们生活上或是科业上都有一些帮助 这种感觉是我第二个家 让我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去完成学业 可以去更积极向上的考取好大学 然后在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想要像他们一样那个回馈社会 这次的活动总共有61位同学受惠 学校的小小心翼除了让每位同学都在心里种效散的种子 更让寒冬注入了一道暖流 四位高中岁末祝福感恩为如是从民国八十几年间就有我的父亲 也就是四位的老校长老董事长黄英吉先生 他开始做起的那因为他心心念念的就是学校里处于是失青单轻 在生活上经济上弱势的孩子们 那借着这个围炉的形式让他们知道这个学校是他们可以安心充实学习快乐成长 也因此更有信心能够成为翻转自己生命的人 小小一个提袋里头却装着学校满满的爱心 特别由学校总务处伙食团及观光餐饮学成专业厨艺 精心设计出老师们独家的幸福滋味 希望能用爱鼓舞弱势学生 在逆境中力争上游 并在学业及品德上持续精进 记者许立琴华林士报导